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来到最新一集 文杰广播剧ULO2024强队巡礼 今集要讲主办国德国 不过德国在开播之前 就有一宗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传出来 希望不会太过影响他们的士气 就是根据一项民意调查的显示 德国球迷希望现在阵中 拥有更多的白人球员 这项民意调查一共有1,304位的人士去参与 当中21%认为德国国队阵中 应该拥有更多的白人球员 而最令人心痛的是 当中亦有17%的人认为 根据做德国国队队队长 是一项耻辱 因为他的土耳其血统 这项民意调查是支持 这间广播公司所制作的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团结、正义与多样性、种族主义与认同之间的国家队》 作为资料支持的一部分 广播公司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心态 我相信不是一个绝对坏的出发点 的而且可能他们是想记录住 尤其是千禧年之后 有很多种族的球员 无论是规划 无论是他们的血统 入选了德国队 为德国队披甲上阵 纪录这个历历的演变 但是问题是 这些题材从来都是敏感的 再加上大赛决赛之前 这样的制作的话 似乎时机也不太适合 目前德国国队阵中 例如庄纳芬达亚 是有科特迪亚血统的 鲁迪加是有塞拉里昂血统的 梅斯亚拿是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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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他也挺忍辱负重 另外一位是拥有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的梅斯达菲 他也被提及到 在比赛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额外的压力 他会经常被问到 到底你有没有唱到国歌 谁不唱国歌 你是否融入了德国 你有没有能够为德国的效力 深存感激 等等这些无形的压力加输下去 看来种族膚色的问题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 今集不是主要探讨的 只是想说希望不要在临阵之前 影响到德国队球员作战的心态情绪 另外一些消息可能影响不是太大的 德国足协官方宣布了 他们阵中的20岁的年轻的 尼泽巴尼姆尼克的中场球员 帕夫努域 因为扁途线发炎感染 经过衡量之后 又不是错步估计 就是说第一场对苏格兰的比赛 不可以上阵 第二场第三场可不可以 分操赛 起码 但是很难预计康复的进展 结果都要忍痛离队 接着就选了多蒙特的老熟人 就是安利坚入选 实力上的衡量 我觉得不太大影响 但是帕夫努域 是比较属于拖后用波组织型的中场球员 虽然他身形都很高大 所以实力上 保选安利坚入去 我觉得不太差 第一 安利坚刚刚6月1日才踢完 这个欧冠的赛事 起码状态上面 不会太弱 第二 就是安利坚本身的经验 但是衡量一件事情 在脱奥斯旁边的拍档 如果换成是 现在加上安利坚上去 就是安利坚、哥斯和安特烈熙 这三个相反地 是比较接近类型的球员 这个位置可能稍稍多了 重复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星期一 媒体的报导 就是在操练的时间 鲁迪加州和中锋的副作股 两个人之间 有点兇手 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第一时间看到 这些是好事 这些是大家操练有火 因为德国队 向来也不是荷兰 阵宗某些派系 球员传来一些不和的消息 事实上虽然被人知道了 但是很快 副作股也在社交媒体 公开了两个人训练当中 一些表情很轻松的 以及涉及到身体对抗的一些照片 也是打出一些文字 说 欧国杯快要开始了 也没什么 大家有火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这里也要解释一下今集的标题 主办国难捧杯 上一次主办国能够捧到杯 这个欧洲国家杯 已经1984年 当届由法国 除了冠军 至此之后 1988年 今晚又是德国主办 但他们四强被荷兰套汰出局 1992年 瑞典也拿不到杯 1996年 欧洲国家杯 英格兰举行 那届由德国捧杯 2000年 比利时和荷兰联合举办 但那届是宝贝的 就是如日方中的法国 到了2004年的时候 葡萄牙作为主办国 他们能入到决赛 但都以零比一输 比希列 可以说大爆冷 2008年的时候 奥地利加瑞斯作为主办国 两支的国家队 有很难入到决赛 甚至乎四强都难搞些 那届冠军 就是西班牙 一比零击败德国 去到2012年 波兰乌克兰联合主办 那届仍然是西班牙冠军 决赛四球大炒意大利 2016年 法国自家地头 再去搞欧洲国家杯 但居然在决赛那里 零比一输给葡萄牙 2020年 英格兰属于 这个决赛的主办场地 的一个国家 英格兰 英格兰也入了决赛 但卸十二码 亦都是输给意大利 所以 你都不要说不邪门 如果能够 德国在自家地头 捧起欧洲国家杯 的话 今届打破了四十年来的魔咒 好了 这个时候要讲讲 德国国家队的 二十六人大军名单 每一部分的位置上 我都会稍加详述的 先讲门将那方面 就是紐亚 达斯特根 以及来自 赫芬咸的爆民 后卫那方面 就是来自 斯特加的安顿 有牵力哲斯 是阿尔比萊比锡 金美智 哥亚 哥亚 就是来自法兰克福 这位前列斯联的中坚 另外有一位 新裔就是 米迪以斯特特 来自斯特加的 老母 也是来自阿尔比萊比锡 鲁迪加 舒洛碧 就是来自多蒙特 宇立庄 那分达 就是来自利华古顺 先讲门将的位置 无论是紐亚 达斯特根 鲍文 都是如此出色的 本来呢 那高市民 就会带四个龙门过去的 可能是第四个龙门 都打算是给达斯特根 一些压力 这样 这个就是斯特加的扭布 不过 扭布最后 都是被剔除 那高市民 都是扭一扭自己的想法 其实紐亚的经验是好的 出击 用波的能力 脚下功夫 都应该是以他为最优胜的 不过呢 近来他的状态 就被受批评 那很多球迷 都会为达斯特根 一直都霸不到 一个绝对正选的位置 但是你问我 我觉得三个门将 任何一个上阵 都是可以信赖的 当然我也是大势所远的 我也想看到 达斯特根 是能够取得正选的位置 OK 另外呢 中坚那方面的位置 当然啦 莊威达雅和鲁迪加 会首选 但问题的后备那方面 我有点担心 可能会有点虚弱的 舒洛碧克 在季尾一段 无论是欧盘的赛事 在多姆特上阵 都有很稳定 很出色的表现 但是你要知道 他其实就是自己 爭气 抢回这个位置 我们一度认为 舒洛碧克 也很有可能 你会被剔除于 大军名单 即是他不太肯定 现在你看 另外的中坚拍档 有国家队经验上浅的 这位球员 在瑟特加 或者过去热身赛 表现都很稳定 但是我们始终看不到 那些真正的硬仗 他有什么能力 能够展现出来 另外一位就是 来自法兰克福的 郭空亚 郭空亚过去看历斯联 我觉得这个中坚不稳定 他就是我过去那两三年 批评德国队 防线没有人才的时候 一个重点被我批评的球员 我就是当天说到 哎呀有新型 那又怎样呢 有些脚法 但是又不够硬正 基本的东西你没有的话 你反而要求他额外的工作 什么用波形中坚 这些是多余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球员 在上半季 一回到法兰克福 表现有备受赞赏的 不过下半季 似乎 根据一些报道所致 状态又不是太过稳定的 就是中坚这个位置 大家真的要保 佐拿芬达娜 和鲁迪加 不要有太多的伤患 或者不要拿那么多牌 才行 但是如果德国队 那么顺利去到决赛的话 七场球 你很难包裹一对中坚 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 但是 另外我欣喜的地方 比我更多的 就是德国 连一批合格的 集围球员都没有 但是 这个原因 有了 左右两路都有 那右路当然了 他踢的金美智 当然是合格 有余了 而且金美智 大家有没有发觉 他踢集围的时候 他能够 比他助攻的空间 比他在中场线更大 而他间接 亦都可以押回 中场中路 帮忙用球 他的战术性 他的技术能力 都是拿高斯文 不能够舍弃他的 另外一位 就是阻挾球员 米迪伊斯特特 这个真的是神奇球员 如果他比较年轻 我们就叫做神奇小子 要知道上一届 季尾 他其实是一位 钢板球会的球员 一会就会多说他 但是他的加入 可以说是丰富了 德国队 边线进攻的元素 终于过去我评论 习惠球员 你跟回现代的标准来说 就算你防守麻麻 你进攻也要有能力 过去德国的习惠球员 就是连进攻的能力 都令人摇头探息 现在终于有合资格了 所以 这一届德国队 你无怪乎我 对他们的寄望 真正地提高 起码这条防线 能够见到人 米迪伊斯特特 之后的左习惠 劳姆 劳姆 这位RB来比锡的球员 本来说27人大军 减到26个 他是很有机会被剔走的 结果 高市民也扭一扭 他的思念 留下他 不过 个人认为他的技术 真是一般 中场方面 经过改动之后 就是安德烈希 来自利华古顺 库列哲斯 这位进攻中场 是来自史特加 另外 哥斯尼茨白里顿 根道茜 巴塞隆拿 却奥斯 还有梅斯阿娜 韦斯 以及利来桑尼 以及保存进去的安利奸 中场先牵涉到防务 和进攻那方面 如果德国阿拉高市民大令下 应该主要是4231的阵式 先讨论这个双中场的位置 却奥斯 你这样叫他回来 没有伤没有病的话 肯定是正选的了 旁边要有个人 帮他做一些操纵工作 dirty work 这位应该估计 从最近的热身赛排阵来说 都会是来自利华古顺的安德烈希 不过安德烈希本身 本身是利华古顺 其实在上半季 他的位置 就被柏拉斯奥斯 这位阿根廷国脚 拿了 不过柏拉斯奥斯 下半季 亦都比较多伤患出现 他又打得起 他都争气 能够把得起 自己演出的机会 利华古顺也差点成为三冠王 他现在有安利检 也有戈烈希本 戈烈希本 我这里想重点说一说 其实在这几位防守中场球员来说 戈烈希本 戈烈希本 反而是技术和稳定性最高的 第一 他来自于英超球会 白礼顿 英超联赛的身体抗衡能力 相对地会更加高 第二 自从白礼顿升回英超之后 他基本上一直 白礼顿用大数据系统 就签他回来 戈烈希本 戈烈希本 一直以来都是白礼顿 必然的一份子 必然正算 应该这么说 甚至乎正中场 防守中场 以及责位球员 他都能够适应得到 称职的绝对 这个球员也有软射能力 不是说 他刚刚对着希聂那场友誼赛 射入了一个好球 才这么说 而在 他的球员的经验上 到今时今日 32岁的年纪 例如说 一些位置多方面的熟悉 可以帮助得到 一个不小心被对手 踢出反击 或者被对手押过来的时候 如何退守的阶段 和其他球员之间的棋位 自己应该乘回什么路线 那些经验 如何帮助球队 收回阵营 我觉得哥斯这方面的经验 应该是挺丰富的 那当然 大喜晚城 他现在代表国家队的次数上阵 次数都不够十次 都32岁 问题是 你没理由33 他是奥斯塔尔 32的哥斯 正选 那哥斯 他的年纪注定了 他应该会是一个后备 相信安德烈希 会是正选 那安利盈 就是其他的选择 那样 但是哥斯 就令我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96年的欧洲国家杯 德国拿冠军 那一届有个绝对的铁血无名英雄 就是来自于云达北内媒 他踢云达北内媒 终生不已的 只此一间球会而已 这个就是伊力斯 伊力斯原来93年 入选德国队 但是94年的世界杯 又没有选他进去 突然间96年的欧洲国家杯 又选他进去 哇 在场里面的表演 简直给你一条命 分身拦截 落地 拦截成功率近乎100% 他说他是一位球员 绝对是德国队捧杯 一个很大的功臣 说法 90年的世界杯 巴志和就是德国队的无名英雄 德国队拿杯 现在96年就有伊力斯 德国队最近这几次拿杯 其实都要有一些 有些铁血精神的球员 才可以 那你说14年的世界杯 又是谁呢 我可以跟你说 去到决赛那场 你有没有留意得到 舒怀恩斯迪加 其实他不行的 他硬要死顶扎着来 踢的 那种精神 也能承传下去 今届会不会有这个人物呢 今届会不会就是 戈斯还是安德烈契呢 即管放长双眼去看看吧 安德烈契和安利监 亦都再说多一点 他两个人似乎 去到球赛的中后段 气力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安德烈契 一旦出现这些气力不介的情况 他那个传送的能力 那个不足 传送的能力不足 就会比较显现得出来 不要紧 幸好有人去轮换配搭 另外进攻中场那方面 双子星就当然是韦斯达梅斯亚 后想攻击中场就应该是根杜监的 那根杜监将他退前点好了 不要将他逗后了 除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特变的问题 根杜监是今季的西甲整个联赛里面 是作出一些威胁全球次数 最多的球员 算下来共有95次 全球成功率也是高达到90% 威胁全球 冒险性高一点 难度大一点 但也还有90% 这个能力真的相当高 根杜监 也是根据统计 是传出这些威胁全球 超过60次的球员里面 而又能够成功的百分比 是去到90% 只此一人 就是根杜监 没有第二个了 如果在国家队 都能够有这种展现 大家要鼓掌了 说关于戈斯 我想加插一些资料 刚才说漏了 戈斯原来是今季的英超联創 根据统计 传出一些关键传送的次数 是仅次于 班努·菲林迪斯 整个英超排第二 你想想白蕾顿的实力 不要说比不上曼联 更加比不上利物普 阿仙奴、曼城 那些 他仍然有这个数字提供 所以现在忽然想想 戈斯分分钟 未必要是要来 或者是下半场入替 配搭却奥斯的 相反却奥斯 可能体力去到这样 被换走 戈斯会是 替却奥斯的另一个选择 都未定 最后要说的 当然是去到却奥斯本身 却奥斯的加入国家队 除了大家 这个最后的参事 欣赏到他世界级的演出 另外就是他的传送 应该加强球队中场的活力 当然 你可能会召唤头 听完后这么说 就是加强活力 却奥斯很能跑的吗 我所说的 传送的 那个决断能力 是比任何人都要快些的 如果比任何人的判断更快 作出一些更精准的传送 这个就是加强球队的活力 好 最后要说的攻击线 又来自何芬涵 这位新仔拜雅 也有老将的富却虎 有夏域斯 汤马斯梅娜 也有另一位老将 还有这位入选 我有点差异的 就是乌达夫 来自史特加的 乌达夫 我要先说 过去他踢白礼顿 某段时间 我觉得 真是一般 但是他又 争气 回到德甲 又可以 入赏国家队 第二大的球队 苏格兰 28.3岁 还要高一点 苏格兰 本来苏格兰是最老的 今届 欧国盃 这么多支球队 平均年纪 现在就去到德国了 数好数德国 哎呀 都真是阵中有多少老将 好了 又再轻轻地 斗一斗 德国队的攻击线 当然夏域斯 已经是 几可肯定 认为是正选的中锋 配搭身后的 甘道贱 韦斯 梅斯 梅斯 蒂保 托马斯梅娜 也有乌达夫 以及攻击中场的 库列希 等等的球员 另外 何芬咸的新仔拜亚 这个球员 都挺重要的 这个球员 速度快 和出脚快 过去看着 之前上一场热身赛 对着乌克兰 基本上那些球 都可以马上第一时间 修正起脚 射门 射了四次门 认为有次也极具威胁 射了到门将的左下角 有个龙门又醒 就立刻撲出来 真的是这样 有这些新锐 不怕打不死 华智里 照去 每一架大赛 是要有这一类型的球员存在的 拜压会不会就是这个角色呢? 至于夏域斯的踢法 当然我明白的 无论他在阿仙奴下半季的表现 多么出色也好 他始终不是一个长时间 在禁区里面 等待传送 等待机会 是一个炮台位的主力射手 他也是比较飘忽 本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作为一条攻击线 这样去看 有三个极具天才级别的球员配搭 是一件好事 不过三个人 大家都是 功能上 会不会重叠呢? 怎样适当的分配呢? 谁去哪个楼哪个卸门 大家愿不愿意为对方 作出更多的牺牲呢? 我觉得夏域斯是第一个可以做到 现在我担心的 有些时候跟着梅斯亚娜 那些想个人表现的心态 攻击线 属于摆中场的利来桑尼 他今届长期饱受伤病困扰 事实上 连拜仁的球迷 对于他的演出的评价 似乎都越来越走向负面 最主要的就是 那些球迷到他的脚下 再传出来 失误率是比较高些 但是我们看他的速度 其实上届世界杯 卡托尔世界杯 他的表现又不是绝对那么差劲的 利来桑尼 如果作为一个有力的替保 我觉得选择他进去 也是合理的 再说回韦斯仔 韦斯现在就是德国队阵中 身价最高的球星 据报就去到1.1亿欧元 他的大局观是非常之厉害 因为在李华股上 就算要插到他很深 对手禁区里面的位置 仍然是晓得如何 将球运送给队友 这个是体通战局的能力 在这些势位那里 也是一个超乎常人的眼界 最后要说副托股 副托股他的入选 他的特质 他的能力 德国队想要他什么 相信各位球迷都很明白 这条攻击性 也算是近这几年里 比较取得到一个平衡 无论在天分上 在球员的配搭上也是 但我觉得还未够完善 当然未够完善 要看看主角的拿高市民 如何执行这条球 拿高市民承接着 今年3月份的两场 国际游戏赛 赢完法国 再赢荷兰 好像突然间 将去年年底的时候 输给土耳其 和奥地利那种恶劣的气氛 推回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好像回升一个正轨 带领德国队回升正轨 也是拿高市民 帮自己的事业生涯 拿回到正轨 因为大家知道 2023年3月份 被拜仁慕尼克炒了 当时他教拜仁 都是18个月的时间 过去他在拜仁慕尼克教练 这个职位上 他的脾气 和球员之间 比如说和柳瓦之间的相处 以及他的衣着打扮等等 都受过一些 都挺激烈的批评下的 但是现在你拜仁 又找金彬尼 那其实是为了些什么呢 那拿高市民这位少帅 要扭转的事情很多 要提升德国国家队的实力 也要改善德国队和球迷之间 那个进一步疏离冷漠的关系 过去因为成绩差了 这些问题就会很容易衍生出来的 但是现在拿高市民 带领德国队 起码给我们看得到 那种仍然是巨仓造力的 仍然是传控 但是更加快速更加爽朗的风格 似乎是更加能够取悦到球迷了 根据报道 拿高市民和德国据协签订的 年薪合约是600万欧元一年 如果能够得到今届欧国杯冠军的话 他会有40万欧元的奖金 和所有球员是一样的 但是万一 不好意思 德国队小组出局的话 根据他和德国据协签订的协议里面 就有一项自动解约条款 是可以的 双方可以怨意下 终止这个合作的关系 而德国据协 是无需补偿任何的金钱给他 好了 第一位我想重点要做的国脚 就是米迪伊斯特特 这位来自斯特加的左杂球员 这位新人 这位27岁的新人 真是神奇 他去年 踢哈佛柏林 踢得要降班 想着会降落得月 但是又被斯特加的教练 汉尼斯或者幕后的团队 看中了 超过去 要出到高达五十万欧元的资金 去收购他 跟着下去 真是平暴清雲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突然间 他的踢法 被誉为一个快速上落营的后卫 我觉得这些形容很平凡 我一直在想 我看完他踢球之后 怎样形容他呢 结果我看到媒体就这样 就给了这个自由奔放的左后卫 Terms 给他形容 哇 我觉得这个的说法是非常非常贴合的 米迪伊斯特特给我的感觉 他的踢法就是现在走得最前的 那只杂位的球员踢法 我举个例子 热刺 尤其是一季初 头十场球表现那么好 他们一对杂位球员 有杂位扑罗佐 一杂位烏导致 两位同时间 可以同时开到上去前半场 也不是压在中圈那里 就是帮手传播 而是压在对方的禁区顶 靠近俄眉月那些位置 走到这么前 那么绝对 那么中间 我也看得到 本身上一届 未受伤之前的 阿仙奴的荷兰防守球员 Timba 就是这种踢法 现在更加多 是采取一种更加直接 走向对面禁区里面的 一些杂位的球员 当然 你要放回他们在哪里 都是可以 有那种上落的能力 那米迪伊斯特特就是这种 所以他的加油 我们先不要评论他的防务能力 先 你说纯粹他出击助攻的话 变相地 这位杂位球员 是加强了德国队阻路的 执击能力 当然 在三月份的友谊赛 记得对荷兰那场球 一开球的组断 他曾经犯错 导致被对方的中场球员废民 很快就先开记录 但是他跟着 没多久之后 也都在禁区顶射回 一个漂亮的球 帮德国追回1比1 当然我这样说 我不是说到米迪伊斯特特特 是德国国家都有史以来 最好的阻集球员 但是在这一刻 他的功能性 他的技术 他的战术价值 还有他有一定的能力 完全是符合了拿高市民的要求 另外梅斯·阿拿和韦斯之间的配合 如何配合夏域斯 夏域斯一定是一个很无私的球员 我有时候觉得他 他两个还要加上 如何跟跟杨道贱的走位配合 跟杨道贱的后想入禁区的能力 是不容怀疑的 虽然他最近都被批评 就是状态有些问题 但是最主要梅斯·阿拿 仍然是有这种状况出现 他有个人突破的能力 一个人可以扭过 一个人最少 两个都不奇怪 但是当他推球的时间越久 你会发觉这个球员的头 是越低得低的 那变相地 就是一种说法 变相地 他跟着控球时间越长 他再传球出来的准程度 又会下降了 这一点是他不及韦斯的地方 当然 纯粹作为一把尖刀形式 他令我想起当日 我一个最爱的球员之一 就是列巴斯基 他就是德国队 当时西德队 就是这一类型的球员 但是 他那个出球的timing 是好很多的 列巴斯基 说真的 这件事 梅斯阿那 就不要入美德的充治了 在脑筋上面 都要用多一点点 搞得定 头脑 梅斯阿那的成就 肯定比现在高一倍 不止了 好了 另外韦斯仔 韦斯仔刚刚相反 头脑 绝对 大局观 比梅斯阿那好很多 个人突破能力 也有 在一些不需要太长距离的 小范围的盘楼 他其实都不弱于梅斯阿那 我觉得射门的能力 亦都比梅斯阿那高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是年轻人 我最近看这两场热身赛 我又觉得他想卖弄多一点 韦斯 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见梅斯阿那这样的商户影响到 那就不是太好了 这支德国队 唯一一样东西 你说和前几年都没有分别的 就是 其实是需要运用一个大量的体能 向前压 这支国家队 当如果随着的记录迟迟迟都未开得到 那你自己体能下降 那怎样呢 很可能就会被对手有机可乘 因为你前压的威胁性又会下降 所以 都是那句好像荷兰那样 你怎样维持整支球队的速率呢 那个换人名额 那些后备调动的时间性 这一点 那高市民都要看得很准才行 现在初步看下阵容 韦斯会安放在左边的 梅斯加拿就右边 根宿的就是中间 顶在最前的就是夏域斯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 根据过去的新赛 其实韦斯有时候会走到右路 就和梅斯加拿的配合 梅斯加拿也可以走到左路 我觉得这样实现一个最大化的 我梦想中的攻击体系 球员彼此之间流动 不会是安死于一个位置 因为他们本身的技术都已经那么全面了 只是踢一个位置 其实是浪费了 不断的流动 牵扯对方的防线 那对方都会感觉到头痛一些 事实上现在这个攻击 中前上四人组 我们可以看看 那高市民上任执教以来 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利用的 首先第一波 10月份的热身赛 对着美国赢3-1 对着墨西哥和2-2 大家看看攻击阵容 就知道的了 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好了 去到11月那个回合 输给土耳其 也输给奥地利 当时的攻击阵容 他那一回合 尝试白兰特 白兰特就是这一回合 德国都连输两场 他真的不幸 也有韦斯 尼莱桑尼 基拿比 也是受伤 富却股等等 那时候夏培斯本身 在阿仙奴球会阵中的表现 还未达至最稳定的境界 金美自由仍然在中场的位置 那边 那高市民那一刻 你还要给他一些机会 他试试 试到夏培斯踢左闸 就是这个意思 试过两次 那当然是玩东西 但我觉得 这回合 11月份 那高市民大队连输两场 大家不应该对他批评大拖 你想想他执教 以至于欧国杯举行 他有多少场球 在手中让他锻炼 对不对 你怎么都要给他一个回合 去玩玩东西 但这回合 就证明了是失败的 于是去到今年的三月份 对着法国对着荷兰 大家仍然记住他玩东西 失败的模样 怎知 终于在这一刻 就摸到正选的攻击阵容 出来了 自此之后 德国队的友宜赛 这四场球 全部都是用同一套的攻击阵容 他没有换过 没有说因为友宜赛而换过 梅斯亚纳 根肃 韦斯和夏培斯 无论是赢法国 赢荷兰 都是这个配搭 我不说后面那些 另外 刚刚举行过的 对乌克兰和零比零 险胜希联2比1 同样都是这个阵容 现在的德国队 近年来 相对比较稳定的配搭 当然 在防务上 仍然是令人感觉到 有很多不足 没办法 全世界好的中坚 都欠缺 稍为好一点的 你已经被吹捧到 很好 但是对于过去 由西德国到德国 那个中族线 就是一个很硬正的 铁血中场 一个很硬正的 钉人中坚 一个挺有power的 中锋 高路斯 以前的高拿 那些 当然现在你是找不到的 那 随之而来 就是那些 多功能性的球员 你想想 由拿武那代 可以踢闸位 可以踢中场 现在的金美智也是 古沙那些 又可以埋门 湯马斯 梅拉 亦可以踢中锋 亦可以踢前锋 后面 旁边的位置 以至去到夏密斯 是中场 还是中锋 又可以 现在衍生得到的 就是那些多功能型的球员 那 这个潮流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我们说到现在 还说 没有高路斯 或者有高拿 就好了 这样是不会进步的 为什麽我这麽支持 拿高市民 执着德国队 德国队现在欠缺什麽 当日走到最新的思维 走到最前 拿了世界杯 即是说 足球的潮流是永远要向前的 你没有理由说 因为一两场 荷拉突然间带队 说不小心赢了法国 荷拉的理论是对的 踢回那些稳守突击 那就错了 以德国队球员的能力 哪里会释手呢 你要他们死守大件事 现在这次德国队也是 现在这一队也是 一定要攻的 一定要主攻的 就是德国队 那你要主攻的球队 一定自然 一定是比潮流更紧贴 一定是 一定是要更多的变化 一定是来自这些少帅 现在的思维 他们的头脑 是最能够是贴近 融合的 不是说对那些老教练不尊重 但你问我 你现在要新的 你要继续改变的 这支德国队 不是说应付完 这个 今次的欧国杯 拜拜了 跟着这些东西 华智利 你要延续下去 整件事 这一届的德国队 给我们看的 最重要是这一种情况 那管 肯定不是最大机会 拿冠军的那支国家队 肯定不是 但是能不能够 像当日那样 2006年的世界杯 我们说 德国很遗憾 那一届又是主办国 2006年世界杯 是吧 最后你都要输给西班牙 看到自己还有什么 不够好的地方 一直向前迈进 而且阵中的那些球员 说卫恩斯迪加普道斯基 那些球员 你被人看到 是有一个 可以向上进步的趋势 这些才是重要的 不是一届大赛结束之后 没有希望的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复兴 这样就惨了 是不是 这个是我支持拿高市民的地方 看回我们的赛程 6月15日 揭幕战 德国对着苏格兰 香港时间6月20日 将会对着匈牙利 而最尾转的一场就是 对着瑞士 三个球场分 被莫尼克 史特加和法兰克福上演 作为这个欧国杯群礼的节目 一说到德国队 我自己有矛盾 其实我可以说的事情 有很多 自民最熟的 都是这支德国队 但是厄于 我群礼节目的宗旨 就是想让大家热一下 因为始终一个大赛 又不同 一个联赛 周期整个十个月 和三个星期整个月 是很不同的 来自于什么变化 有什么双兵 有限的人脚 教练怎么调动 或者他可能 原先不是他的计划的 因为人脚的调整所限 可能逼他 要走到另一条路线出来 继续下去这个赛事 都未顶 过去14年的世界盃 南武至于中场 或者放到游泽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进程 那种种 很难说一个阵式 去讲死话 这阵波是什么阵 放昔 现在的数据 网站 大家都可以随时查得到 说得太多 那些意义 就不带着 反而是跟随着 比赛的推演 或者大家看看 每一阵国家 有什么变化 更好 今集的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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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